在這一節的課程中,我們要來建立另外一種內容類型 那麼在中文的Drupal網站裡頭,它的翻譯是叫做頁面 目前我們是以Admin最高權限的使用者進入到我們的Drupal網站 接下來要建立一篇新的文章,我們可以來到工具列上面的內容 再來我們點按新增內容 前面我們已經使用過文章這一種內容類型 這次我們來點按基本頁面 這次要增加的文章就叫做關於我們 文章內容我也幫你準備好了,請你來到你的課程練習檔案的鍍鏡 以我的電腦來說,我是放在媒體櫃文件 接下來是在Drupal 7 Basics這個地方 再來是Data,這裡有一篇叫做關於我們 把它的內容很簡單,沒有很長的句子把它拷貝起來 貼到我們的文章裡頭來 接下來這邊有一個輸入格式 這個我們在上一節已經看過了 這次我們來對它認識一下 目前它有三種選擇 一個是Filter HTML 也就是說HTML裡頭的某些標記會被衰選掉 第二種是Full HTML 所有的HTML標記都會被接受 第三種是Planned Text 也就是說純文字的一個型態 那麼所有HTML標記全部會被忽略掉 如果要知道它更詳細的格式定義說明的話 我們可以來到它的右邊 這裡有更多關於格式選項的資訊 不過請你在點按的時候注意一下 你不要直接點按它 因為我們這篇文章還沒有儲存 當你點按之後這篇文章就被放棄掉 然後會跳到這個網頁來 所以我們利用滑鼠右鍵開一個新的分頁來看這一份說明 在這邊這裡有一個新的分頁出來了 撰寫的提示 我們看一下 Filter的HTML會自動將網址跟郵件的地址變成是一個連結 而可以使用的HTML標籤有包含這些 下面這裡有個例子 如果你速度瞄點來講的話 它會得到什麼樣的一個結果 像這個是可以選擇的 然後如果是選擇強調出體 這個就麻煩你自己看一下 接下來是附我的HTML 這裡有提到 它會自動將網址跟電子郵件的地址 轉變成是一個連結 同時它會自動辨識行跟斷 會自動插入斷行的標記跟段落的標記等等的 如果是使用Plant text 也就是存文字的方式的話 是不允許使用HTML標籤 但是它會自動把網址跟電子郵件的地址 轉變成是一個連結 同時它會自動識別行跟段 會超入斷行的標記跟段落的標記等等 回到前面來 你可能會問 目前有三種的輸入格式 我可以還有更多種的輸入格式嗎? 我可以自訂自己的輸入格式嗎? 我可以自訂自己的輸入格式嗎? 這兩個答案是都可以的 首先我們先來看一下 如何自訂自己的輸入格式 想要自訂自己的輸入格式 可以來到工具列上面的設定 在設定的管理界面當中 我們往下看在左邊這裡有一個 輸入格式的設定 現在我們來到了輸入格式的管理界面中 你可以看到它提供的三種Dropor內建的輸入格式 在這邊我們還可以新增一個輸入格式 給它一個輸入格式的名稱 再來這個輸入格式 允許被哪一種角色的使用者來使用 接下來 我們可以設定這個輸入格式 要使用哪幾種過濾器 例如說我限制它的HTML標籤 只有我規定的HTML標籤才可以使用 或者是所有的HTML文章都以存文字的方式來顯示 如果你選擇了兩種過濾器的情況下 那麼哪一個過濾器要優先執行 你還可以重新再做調整 再往下看 下面這個地方就是限制你可以使用的HTML標籤 假如你在上面的選項中 有選擇了要限制User能夠使用的HTML標籤 那麼哪一些HTML標籤可以被使用 你可以把它定義在這個地方 全部定義完成以後 按下儲存設定你就多了一個輸入格式 在這邊我們只做介紹 所以我們不做儲存 直接把它關閉掉 了解了輸入格式以後 然後我們再回到我們的基本頁面這一個內容裡頭來 到目前為止我們還沒有把它儲存起來 所以接下來往下拉 選擇的設定 這次我們不設了 修訂版本我們也不設了 網址編名 通常的關於我們 我們會給他 About Us這樣子一個網址 再來回應設定 基本上如果你採用的內容類型 是叫做頁面這一種類型的話 它的回應設定預設是關閉的 因為一般來講 在關於我們這樣子的一個文章中 通常是不會讓User來做回應的 再來作者資訊 你可以把它填下來 再來發佈選項 目前預設是構選已發表 我們就保持這個選項 介紹到這邊 你可能會發現 Article文章跟頁面 這兩種內容類型 有一點點的不太一樣 我們再回頭來看一下 在內容的部分有哪裡不一樣 我們有標題 我們有內文 內文可以編輯它的摘要 這個都是一樣的 接下來 有輸入格式的管理 再往下 我們缺少了圖片 在Story這個內容類型裡頭 設定上來講並沒有圖片 這是它第一個差異 第二個差異我們可以往下看 在內容的選項設定部分 首先 回應設定在頁面這種類型中 是預設關閉的 而在文章Article的內容類型來講 預設是開啟的 第二個不一樣的地方是 發佈的選項 在Story這邊 預設是已發表會被勾選 而在Article文章的部分 發佈選項 它預設有勾選了 已發表跟推薦照首頁這兩個 這也告訴我們說 內容類型可以有不同的設定 它可以有不同的欄位 也可以有不同的內容的選項設定 我們甚至還可以建立自己的內容類型 關於內容類型更進一步的說明 我們會有專門的一張來做這個說明 好 多了解以後呢 我們這一篇還沒把它儲存起來 所以我們首先先按儲存 好 現在我們有了一篇新的內容叫做關於我們 看一下網址 因為我們給它的網址編名 所以在這個地方 在網址列上面 你可以看到它的網址是About Us 接下來我們還要再討論一下 剛剛所介紹的輸入格式 再回到編輯這邊來 我們往下看 在輸入格式這邊呢 目前這裡有Drupal預設的三種輸入格式 剛剛我們也介紹了 我們可以自建自己的輸入格式 另外還有一個方法就是安裝其他擴充的模組 來把輸入格式的能力再把它擴充出來 這次我們要介紹的是一個PHP Filter 它可以讓你在內文裡頭撰寫一些PHP的程式碼 並且將這個PHP程式碼的輸出結果呈現在內文裡頭 我們來把這樣子的一個擴充模組把它啟動起來 我們來到工具列上面的模組 大概翻一個兩三頁 四頁 太多了 我們再往前一點 翻下來請你注意到 有一個叫做PHP Filter 這也是另外一種輸入格式 它是一個模組 它可以讓內容的內文中 可以評估內刊的PHP程式碼 我們把它構選起來 然後拉到最下面 把這個模組的設定儲存起來 儲存成功了 接下來我們再到工具列的內容 接下來看一下下面的內容清單 第一篇是關於我們 我們再來編輯它 往下拉 看一下我們的輸入格式 現在多了一個輸入格式叫做PHP的Code 所以我們可以在內文上面寫一些PHP的程式碼 我們來試看看 PHP程式碼通常預設都是由 角瓜弧問號PHP.cong的一個開頭 而只是說這裡開始是一個PHP程式碼 我們利用echo的指令 最後在PHP程式碼後面 再加上一個問號角瓜弧的方式 來定義這個地方 PHP程式碼到此結束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先採用FuelterHTML方式 然後在內文中有加了一段PHP程式碼 我們來看這樣子會造成什麼樣的結果 先把它儲存起來 再來看一下這一頁關於我們 再來到這邊 點亮關於我們 如果你使用的是FuelterHTML 那麼這一段因為它不是一個HTML的標記 所以它會照著全文都把它輸出出來 我們再回到它的編輯 拉下來 這次我們改用PHPcode的這個輸入格式 然後到最下面再把它儲存起來 再來看一下 OK 仔細看一下我們的結果 我們是熱愛Drupal的一群同好 一起共同研究開放Drupal的相關網站 然後後面這裡 這是重點 這是由PHP程式碼所輸出的結果 所以這一段是由你的PHP程式碼所輸出出來的 這個功能非常好用 這代表我們可以在內容裡頭套用一些PHP程式碼 然後在這個PHP程式碼裡頭 透過Drupal的API 可以跟Drupal系統內部的核心做連結 於是我們把內容的輸出 就擴展到可以輸出 Drupal本身所擁有的功能的一些輸出結果 例如說我可以在內容裡頭 寫上一段PHP程式碼 跟Drupal裡頭的某個清單做連結 然後把那個清單的內容 輸出到我們的內容裡頭來 這樣子來講的話 可以把你的文章編輯變得更為自動化 以後那篇清單如果有改變的情況下 你不需要再更改內文 因為你的內文中是透過PHP程式碼 因此你的內容也會跟著做自動的改變 不過也請你小心 在內容裡頭編輯PHP程式碼 是一件危險的事情 尤其如果你又把這個編輯PHP程式碼的能力 又交付給其他使用者的情況下 那麼這個結果是很難想像的 因為可能不小心你會碰到駭客 在你允許他撰寫PHP程式碼的時候 他可以對你的網站進行資料的竊取 或是進行網站的破壞 這點請你務必要小心 基本上來講 我們開放PHP程式碼 一般來說 只限於給系統的開發者來使用 這點請你注意一下 關於建立的第二份內容 以及輸入格式的擴充跟應用 我們就介紹到這邊 我們就先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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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